中國的杭州有一個女生 她在辦公室裡面團過活的龍蝦 沒有想到龍蝦大逃亡 導致這個辦公室 好像是驚悚片一樣 話說這個女職員有點普龍宮 你去外帶 就是訂了外帶 人家外送員送來 結果你忘了這件事 就下班去了 結果那外送員也蠻妙的 就把這個小龍蝦 放在這個樓梯口 然後就下班了 這個有密集恐懼症 對 你看隔天 這個所有的職員跑出來 嚇死了 你看這個外送員 這是外送員 她找不到那個女職員 女職員下班去了 她就隨手一放 我就回家了 不關我的事 隔天這小龍蝦大逃亡 你看 打開電梯 什麼東西 小龍蝦 可是這證明小龍蝦 真的是很新鮮 很新鮮的 活的 瓦跳跳 帶回家現煮 現吃 後來隔天早上這些人 看這個龍蝦 大逃亡 而且說他們 如果他們可以輕易的 撿到那些包裝 我覺得人有可能被他攻擊 對啊 所以你看小龍蝦 他很厲害 把那個袋子撿破 就開始跑了 隔天 整個女職員 也要來收拾散後 花了30分鐘的時間 把這20斤的小龍蝦 放到袋子裡帶回家 現場吃完 活跳跳還可以煮 還是可以煮 回去品嘗他的小龍蝦大餐 除了這個畫面很驚悚之外 接下來我們要講馬來西亞 這個真的是請勿模仿 這個辦法也是有點普隆功 他把這四個小朋友 丟到這個河裡 讓這個小朋友在跟誰玩 你沒看錯 跟鱷魚玩 超誇張的 他的鱷魚我們上次介紹過 他是全世界咬合力 最大的一個動物 就是四個小朋友 就圍著這個很大的鱷魚 一個抓他的下巴 一個拉著他游泳 一個拉著他的尾巴 還有人摸著他的肚子 不好意思 你是把這個鱷魚當塑膠就對了 完全沒有想到這個鱷魚 如果一生氣的話 往那嘴巴啪下去 不是四個都沒命了嗎 沒想到這四個鱷魚 這隻鱷魚也超乖的 就讓這四個小朋友 就在那邊擺弄 在那邊玩 爸爸就拍這個影片 其實最可怕的 還不是鱷魚的嘴巴 最可怕是鱷魚的尾巴 這樣玩真的是有點恐怖 對啊 沒想到這個爸爸 完全不阻止 這小朋友的恐怖行為 結果還說你們不要取笑鱷魚 拜託 這不是取笑鱷魚 這真的太誇張 所以我說這是危險動作 還有網友就看到這個影片 就說這個鱷魚是不是睡著 怎麼會那麼乖 另外我們在講這個 你知道去印尼動物園 就怕他碰到什麼 碰到這種潑猴 你看這個潑猴 這個女遊客很開心 想跟這個猴子來親近 沒想到這個猴子 變成色猴上身 你看他在幹嘛 要開始脫他的短褲 把他的褲頭給解開 更誇張的是說天啊 你在做什麼 把那個手伸進他的胸部 想說是不是要找東西吃 不好意思 他不是奶媽 另外找東西吃 結果他是這個朋友 就拍這個影片笑著半死 就說這個猴子是不是真的肚子餓了 沒想到這個金髮女遊客 還跟這個猴子講說 沒有 我覺得他可能是在找食物吃 但是大家覺得這個潑猴 確實是色膽包天 好 我們轉換一點 來一點有氣質的 人類史上最具規模的百科全書 也就是明朝的永樂大典 它多達一萬一千多冊 這麼多 但是法國只是拍賣 其中的兩冊 要記得是一萬一千多冊裡面的 其中兩冊而已 居然就賣了將近2.7億的新台幣 明朝的永樂大典 先把這個短短的跟各位談一下 明朝永樂皇帝叫朱立 朱立的時候 因為他的爸爸就是朱元璋 他本來他還有一個哥哥 是當皇帝的早死 但是朱元璋就把皇位 傳給了朱建文 朱建文之後朱立他就發動兵變 發動兵變之後把朱建文趕走 後來才有鄭和下西洋 各位去想 他去犯了這種 所謂的這麼大的一個問題 他要做什麼事情 可以光宗耀祖 他要做一本很重要的百科全書 所以這本百科全書就叫永樂大典 好 前提講完之後 就來談談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一開始是手寫的 那手寫的過程當中 那時候所有的官員 所有的那些所謂的文士們抄完之後 一本一本的一個留下來 總共有多少 兩萬兩千八百七十七卷 總共有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 好了 重點來了 之前在整個清朝 各位都曉得清朝曾經有出現過 火燒圓明園 火燒祢和園 所以很多中國的穀物 都流到外面去了 那流到外面去的過程當中 最近中國有錢起來了 利害了我的國 所以很多中國的商人 他們就千方百計 想辦法把中國的文物把它拿回來 所以最近罵國巴黎拍賣兩冊 結果跟各位談兩本幾百年的舊書 拍了多少錢 拍了台幣兩億七千萬 而且拍了之後 這個買下的這個女商人還說 我個人覺得很驕傲 可以把我們國家的整個文物 拿回來到中國 這個是永樂大典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 我們剛好跟各位談 火燒圓明園 火燒祢和園 很多好東西通通都流出去了 這當中還有什麼 牡丹鳳凰 流金 宣德爐 那可能很多人會說 這東西拿來幹嘛的 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香爐 它就是祭祀用的 可是這個香爐大有來頭 為什麼 上面又有牡丹 又有鳳凰 又有流金 誰在用的 皇后在用的 皇后用的整個金爐 產到什麼地步 你們知道嗎 他居然流落到歐洲的過程當中 那個人不是貨 他拿來放什麼 拿來放網球 網球 對 他可能很愛打網球 他就說我這個爐子口跟剛好 我就放一顆網球 兩顆網球 就放了幾顆的一個網球 放的過程當中 有一天他就說 那我這個爐子看起來這麼漂亮 要不要拿去鑑定一下 一鑑定 真品 真品 賣了多少 賣了420萬瑞士法郎 折合台幣1億3000萬 但是說真的 如果真的是牡丹鳳凰的流金爐 賣這個1億3 我認為放幾年 再放幾年 會倍增 他會再賺 因為這種爐不多了 真的不多 後面能夠留下來 因為很多都在整個民國初年 清朝末年通通被整個流掉 整個榮榮榮 為什麼 因為之前把它燒掉裡面有黃金 最後來看一下 除了在整個所謂的英國 哈利波特每個人都看過對不對 我們家哈利波特 一到七色還全部都有 可是最近居然英國有一個老師 他就在整個所謂的廢棄的書裡面 找到三本書 他就說這三本書很漂亮 精裝本把它帶回家 結果帶回家的過程當中 居然是什麼 居然是手印的粗刷版 居然是所謂的精裝套書 一賣的一賣的